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陈梦和孙颖沙 包括王曼玉这几个人的话 也是我们目前的最看重的主力 那么他们的状态也的确是相当不错 在此前奥运会当中呢 也立了大功 但是呢 在此前的全运会当中呢 先是陈梦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而在最近的拼超联赛当中 那么又有国拼的几大主力呢 爆出一个大冷门 那么对于国拼教练组而言呢 可能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目前比赛已经紧张的进行当中 那么拼超女单积分榜呢 也是正式出炉 但是啊 我们也看到了 过往这个冬季奥运会的双料冠军陈梦呢 居然没有进到前五 前五 他的一个积分呢 只有三百分左右 那么这样的一个积分呢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因为呢 排在第二的孙颖沙呢 他居然有一千多分 一千零五十分 所以其实啊 相比起来这中间真的是差了几倍的一个分数 当然从目前来看 那么孙颖沙呢 即便也是作为国拼的三大主力之一啊 但是这一次呢 也完全没有进入一个榜首 因为榜首呢 是另外一个黑马 另有其人 就是王毅迪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王毅迪啊 他排在第一位的话 是因为在之前的单打比赛当中呢 赢下了八场 所以他的积分呢 来到一千二百分 那么可以说他这样的一个成绩 包括不管是球迷还是教练组呢 那么在赛前估计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 毕竟呢 大家都把希望寄存于这个陈梦 还有孙颖沙 包括王万玉 希望这个前三起码由他们两个人能够占据 但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那么目前前三的话 只有孙颖沙强势闯了进来 那么另外第三名是啊 之前呢 在女团比赛当中呢 击败陈梦的宽曼 宽曼呢 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国家队 二队的一个小将 所以呢 现在这样的一个榜单成绩 真的是让很多人是没有想到的 而国平一众主力 也真的是爆出了一个大的冷门 所以其实对于刘国梁来说 那么这一次是啊 这个拼超联赛的一个表现 也真的非常值得他注意 因为呢 直将在十一月份的视频赛 那么马上就到来 现在呢 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于刘国梁来说 接下来怎么样去考量这些主力 怎么样去选择更加啊 有稳定 更加有实力的一些主力 去参加这一次视频赛 去面对日本这么强大的对手呢 也是他们需要在接下来做出的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比如说像陈梦啊 他虽然说在之前的奥运会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但是在最近的接二连三两场国内比赛当中 全运会还有拼超联赛当中状态都不好 而且呢 也是接连爆出冷门 所以接下来视频赛 到底要不要让他去参加的话 也是刘国梁他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决定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这些主力 能够赶紧调整好状态 不要再轻易输给这些年轻人 毕竟呢 我们知道 其实他们啊 包括陈梦啊 樊振东啊 孙颖沙他们呢 这一批才是我们接下来要担当主力的一个球员 如果说他们不能够扛住这个大人的话 接下来很有可能就会被其他年轻后卫给打下去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